嗨各位我是金川一 誰說李維篇不會讓大家等太久的 唉整天在那邊亂挖坑害我這不是 完美保守的承諾嗎 對啊相較等了整整一年的第四季 我這隔了半年就把影片做出來 不是不是良心的一個不行嗎 從未像我有如此厚顏無情之恩 好啦為了熱度以及話題上的考量 進去人物系列明目上的最後一集 EP13 李維篇我放到現在才做 李維這個角色是怎麼被我留到最後的 現在想來實在是有點神奇啊 因為絕大多數講人物的頻道 基本都傾向按照人物的重要性或者人氣來講 可是呢因為你們都知道 金川一的影片很大程度 基於我個人的觀察還有觀點 我做誰的個人影片唯一的標準 就只有我對他比較有話講這樣而已 有什麼是只有我才能找得到說得出來的 因此呢一個絞殺的人設越特殊 那我就越容易產生有趣的想法嘛 你們自己回去看 金川一禁句人物系列第一集是誰 貝爾托特跟萊納 沙夏4 EP3 阿爾敏4 EP11 而冰掌呢為什麼會不會得到這麼後面 我想原因某一些人應該就可以猜出來了 因為冰掌這個人物 是我覺得禁句裡面最直球最不複雜的角色 但是過了這麼多個月啊 漫畫迎來結局 看到冰掌最終得到的下場 我覺得我總算是抓到了那個靈感 所以321就是我們的禁句人物系列 EP13完結篇 李維冰掌與所有被獻上的心臟 要在少年鄉的漫畫中 尋找李維這個定位的人物 其實非常的容易啊 基本上只要你看過超過三本少年漫畫 那你是絕對不可能會對這種超級無敵Carry的 主角團中最強的神隊友前輩感到陌生 火印的卡卡西 剛練的大佐 或者我印的歐爾麥特之類的 當然啦 這支裝絕對會有例外 像海賊王我覺得就是比較明顯沒有的 這些學長老師呢 存在的目的 不僅僅是允許作者提早介紹出那些主角群 還無法解決的困難 更是在無形之中 為主角今後可以達到的高度 先設下了一個目標這樣 而進階的巨人中 艾爾文、韓吉跟李維正處於這個位置 這我們在第一季的第九集 團長、兵長跟韓吉正式亮相的疾速中就可以感受到 在那之前我們看調查兵團狩獵巨人的樣子 大多都是透過艾爾文、阿爾敏 他們那種比較粗糙不俐落的立體機動嘛 好像非得有那麼一點style 可終究還是非常輕易的就被團滅 然而以到這一話 韓吉跟李維他們的氛圍就完全不同了 極度的游刃有餘、自信 重點是老練 像兵長開頭一瞬間就跟子彈一樣的消掉了第一隻巨人的肉 面對兩隻巨人還有辦法在屋頂上 小走了一下再跟切菜一樣的幹掉第二隻 然後把盾掉的刀片 霧盡其勇剝奪巨人的視野再將其討伐 最扯的事都完事了 還有那個賢情意志去嫌髒 在不到兩分鐘的時長內 就給予了觀眾一股再看進去這一部 主要群心命 通通輕如紅毛的生存劇中 難能可貴的強大 以及安心感 結合李維本來就很冷酷 不屑一顧的個性 一個狂拽酷炫的超人氣角色就出來了嘛 五條老是一個拖延造家 無量空處瞬間吸粉無數 跟這基本是同樣的概念 而我說真的 大多數人在看動畫的時候 其實差不多有這樣就夠了 不然的話 冰長也不可能會跟屠殺巨人一樣 在連續四次的人氣投票中 強行拿下三次第一名喔 唯一一次被打敗的就是 沒錯 他們想要看到的就是這個人身上 無可撼動的強大 可是呢 恰好也就在冰長開玩掛的地方 我們見證了人家十分令人意外的一面啊 你原本以為目中無人 有潔癖還轉格二如八萬的冰長 面對一位即將死去的士兵 他毫無保留對他給予了肯定以及信念 說你的犧牲並不是白費 你的死會給予我前進的力量 從這裡我們看到 冰長他其實內心是把部下院放在第一位 行為是有點嚴厲 但真的不壞的一個優秀的領導者 冰長前面還在嫌血髒 可這邊他卻一點時宜都沒有的 握住那位士兵沾滿鮮血的手掌 其實也就如我在前幾集提到的一樣 什麼讓金魚莊的每一個人物都如此的精彩 那個謝寶秘方其實就是所謂的 反差萌 呃 反差 你原本以為很有領袖風範 清明值得信任的帥氣領導 其實心中壓根只是一個無法遏制自己尋求答案的好奇寶寶 而另外一個又難相處又有潔癖的絲愛子 欸 想不到 他反而是最在乎他每一個部下的人 那到底你以為是如何成為冰長的呢 就我們得從他的出生開始講起 可是在講人家的出生前呢 先讓我們介紹一下本集影片的乾爹千年戰爭 千年戰爭 埃吉斯與蘭絲時決戰的聯動合作即將要開始啦 就跟冰長一樣傳說的男人蘭絲 只要你是個老司機 那你絕對知道蘭絲是何等的英雄好漢 打從2022年的1月28號到2月21號 由千年戰爭 埃吉斯的一摘一樂老師 所描繪的蘭絲時角色加入遊戲中登場啦 一摘一樂老師原本在遊戲中擔任的角色有生物官安娜 而這一次他也將繪製蘭絲系列女主角西路 取得這方法非常簡單明瞭啊 在活動期間中 登入然後去通關紀念任務就可以獲得 並且呢為了紀念本次的合作遊戲 將舉辦期間限定的特別任務 這任務中擠滿全部的掉落道具即可獲得蘭絲時的合作角色喔 聯動合作活動第一彈會贈送西路 活動期間只要每天登入遊戲 更可以獲得西偶杜白金的星質 這些司機上場補血跟遠距離的魔法攻擊 合作第二彈呢 自由主線故事的王子等級經驗值成1.5倍的活動 快趁這個機會提升王子的等級吧 第三彈每天登入即送神聖結晶 用來召喚角色恢復體力全都很方便 足利太多我把詳細也都列在畫面上啊 各位看完影片記得要趕快充去資訊欄還有留言區 登入青年陣燈 Aegis白蘭CP好弓給通通搶回家吧 李維阿卡曼是牆內五家名門 阿卡曼一族僅存的墨逸 遭受王家趕盡殺絕的阿卡曼 四散各地隱性埋名 有的幸運一點逃到外圍的西竿西納區 有的雖一點就像李維的母親那樣 在貧民窟從事特種行業 我們可以推薩他母親不小心懷孕生下他後 不久就因為環境的條件過差而染病過世 那時還沒有生活能力 整個人骨獸如柴李維就在那裡 彷彿是在等死一般的作者 直到他母親的哥哥肯尼阿卡曼出現啊 從他身上李維學到了一些在牆內地下城市混日子的方式 可說是混日子啊 其實也就是幹一些偷拐搶片的勾當 接著我們看到的就是外傳漫畫《無悔》的選擇 這部外傳講述了李維是如何從地下城市逃脫 然後加入調查兵團的經過 這個OAD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是 雖然這篇毫無疑問是屬於李維兵長的起源故事 但是李維在裡面有九成 已經是我們熟知的那個李維了 還是一樣的矮 一樣的愛乾淨 且一樣強的非常外掛 很多你以為他會花一點篇幅解釋的東西 劇情都沒有正面回答出來 他為什麼這麼愛乾淨啊 我猜或許是因為他老媽死掉的 本來就是餐館過於骯髒的環境 所以後面才養成了他非常可怕的潔癖 他為什麼可以這麼強 還無私自通立體機動裝置 可能是因為精烈有在於生死之間的經驗 剛好激發了他阿卡曼的血統 所以後面就 幹啥都很強 反倒是兵長在本傳中招牌的 李維電句 在外傳裡面有被正面解釋到 也就是來自他原本習慣用匕首戰鬥 跟他某個也老是在跟小野大福吵架的前四一樣 然後已經可以很靈活的玩刀子 所以他有辦法一手正握 一手反握的來高速回旋鋸肉這樣 總之更加強化的李維兵長這個人物 他強大的不可質疑性 他就是這麼強 不要硬去問為什麼 這篇OAD他的目的是來解釋李維的兵長之路的 在地下城市的時候 李維後面跟了兩個驚揚他的小弟 芙蘭以及伊莎貝爾 三人某一天受到來自牆內貴族的委託而乍強 加入調查兵團執行暗殺艾爾文的計畫 這個任務成了 那三個人就可以獲得到地上居住的機會 一向刀子水豆腐心的李維呢 不用說馬上答應了這個委託嘛 比較有趣的是 上集我們看到伊莎貝爾出登場時 手上抱著一隻迷路進地下的小鳥 而他試圖強行突破 守衛就是為了把鳥放為天空的行為 其實正是暗示出他們三個人當時的處境 三隻在沒有天空的地方依然能自由飛強的鳥 那當然艾爾文會想招募他們嘛 而李維接下這個委託呢 也跟伊莎貝爾想把小鳥子 芙蘭跟伊莎貝爾兩個小弟 放到天空下是同樣的概念啊 所以說呢 對於下屬的愛 同樣也是打從一開始就存在於李維的心裡的 然而對永遠最強的李維來說 他依舊是有他始終無法擊敗的敵人 並不是任何擋在他眼前的怪物還巨人什麼的 基本上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具體的敵人是值得他害怕的 李維這一生最大的敵人 反而是他無論如何都會倖存到最後的這一份孤獨 上集講艾爾文的部分 我就有提到艾爾文臨終前面對的終極兩難 在於他一方面很想就這樣拋棄一切 跑去看地下室到底有什麼 另一方面又很清楚自己堅上的職責不允許他這麼做 李維、韓吉、艾爾文這三位身為長官的立場 實在他們必須一肩扛起底下所有士兵們的性命 而其中把這份責任扛得最緊的無疑就是李維啦 今天如果我們聊的是一般的角色 像艾爾文、萊娜讓好了 他們的掙扎點通常在於他們 懷疑自己有沒有那個能力去達成某一個目標 可是對開局極滿等的李維來說 創哥給予他的是另一種層面的掙扎 是選擇的掙扎 當初李維被艾爾文激的很不爽 所以打算搶快心的風雨交架的時候把他做掉 結果他後悔了兩個最親愛的小弟都會吃掉 我覺得這個情況跟能者多勞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有點不一樣 但是經過了這麼多場戰鬥 到後面甚至連半張臉都爛了 兩根手指頭都沒了 卻依舊承受著創哥滿滿的惡意 不幸活下來的李維 他最終都還是得做那個終極的選擇 第三季結尾 艾爾文跟阿爾敏該救誰 原本想選艾爾文的兵長 卻發現臨死前他還在受寄的求知慾所苦 所以動了私刑 選擇放艾爾文解脫 各位看進去這麼長一段時間 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調查兵團的招牌動作 陷出心臟吧 只有李維是連一次也沒有做過的 理由很簡單 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比一路目送的不知道多少個部下 就為了這句該死的話而平白去送死的李維 還要更痛感這幾個字的無為了 說什麼獻出心臟 人死了就是死了 還有什麼好榮耀的呢 他們這些人只是選擇去相信這一切之後 都是有更加偉大的意義 所以說為了今天那些戰死的同胞 李維開始養成了一個習慣 會去蒐集伊吉尚爾避章帶回去當這些士兵也曾活過的證明 在無悔的選擇下集中 弗蘭跟伊莎貝爾死亡的時候 有兩個羽毛落下 象徵這兩隻小鳥的墜落 因此李維後來養成了這個習慣 你可以說像是他 把這些鳥兒的羽毛給撿回家了 這樣的感覺 最後我要來小小講一下李維跟肯尼阿卡曼的故事 這段關係在第三季也上半出現 而雖然大半的篇幅都被拿去解釋王家與阿卡曼血統的關係 但是呢在肯尼臨死前 透露出了一段重要的訊息 你可以說這其實是貫穿了整個禁劇後半部的隱藏命題啊 大家都是什麼奴隱的 進階巨人描繪的是一個殘酷的世界 死亡經常是很無謂的很唐突的 而既然這樣荒謬的世界才是真實 那為什麼為什麼我們還得死去生存 所以說為了對抗這樣的荒謬 人為傾向開始給他們的生存賦予一些特殊的意義 為了艾爾迪亞的存亡 為了知道牆外有沒有人類 為了家人 為了愛 為了自由 然而這些東西看在肯尼眼裡都是虛偽的 當然啦 無論是進階巨還是見山床 應該都沒有想要表達什麼特別強烈的訊息 對於一個人是否可以懷抱理想信仰這件事 作品大體上還是持開明態度的 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找到一個平衡點 不要把你的人生完全建立在這個目標上 成為某某東西的奴隸 回到李維身上啊 前面有講到李維本身是非常不喜歡 調查兵團的這個獻出心臟的手勢 可是到了最後面 李維看到韓吉是如此興奮的 想要完成這件偉大的事情 這已經是他最後一個可以犧牲的老朋友了 而就在最後關頭冰長說出了他這一輩子 可能就僅有這麼一次的 獻出心臟吧 講到這裡我真的要再強調一次啊 你回頭去看漫畫 冰長鏡裡的畫面是認真幾乎一個也沒有的 團長跟其他學弟妹就不用說了 就連韓吉時不時也做了幾次 所以你更能感受到這裡他的舉動有多具有特殊的意義 最後當然是一百三二九話 艾倫帶著巨人之力離開人世 在兩具超大型巨人蒸發的煙霧中 出現了那些調查冰團一路上失去的夥伴們 有莎夏 有艾爾文 有韓吉 有莫布里特 有佩特拉 其他舊李維的成員全部都出現了 並擺出了現出心臟的禁禮 而一個人坐在那邊 真的物理上只剩半個人的冰長 他第一次也做出了同樣的禁禮 更是在作品裡面 唯一一次流下了感動的眼淚 你要我說的話 在最終話 冰長的結局是我個人最滿意的 從最一開始 李維帶著他兩個疼愛的小弟 兩隻可愛的小鳥 一起來到了天空底下享受自由翱翔的滋味 在他們雙雙殞落之後 李維也開始養成了蒐集所有部下們 他們的必將他們留下的羽毛 作為這些仙人勇敢奮戰過的證明 途中經歷了無數場慘烈的戰鬥 多到根本數不清的犧牲 動搖李維的信念不止一次後悔想說這一切是否真的值得 然後現在到了這裡 戰鬥終於結束 而李維也終於成功的一個人 將夥伴們的心臟的信念給帶到終點了 好的 結束前還是要來感謝一下大乾爹Joran平台 Joran平台的Joran這個名字取自日文的常連Joran的意思 代表他們是真心誠意的希望玩家 能在他們的平台享受到賄賓級的紳士待遇 你不只可以跟魔法少女Magicami一起擊敗惡魔部隊 與童話中的女主人公在First Tale裡面拯救Otogilano的世界 又或者於流星世界的演繹者這款遊戲 盡情的迷失在充滿絕世浪漫的偵探電影世界中 Joran目前有提供英語還有繁體中門的日系免費遊戲及付費遊戲 如果有不是純潔巨人啃不了身上的玩家 現在請你們上車的大好機會 重點是 如果以上這些東西都還是無法滿足你 那也歡迎你透過右上角的神秘按鈕 進入那個理測的美妙世界 OK 那以上就是禁劇人物系列最後一集 理由一篇的全部內容了 系列到這邊我會說先是完結了 可是一樣 如果我又看到了任何一絲絲的可能性 那或許禁劇人物系列今後以翻外篇的形式 出個皮克篇啊鼓勵下篇啊 我覺得其實也都是可以的 反正你們只要知道流量夠好 那景川一就絕對不會清心寡遇到不想再嘗試一次 好 我是景川一由下部影片見